這個字也念佑嗎 這個字 林柏佑太厲害了 這又是什麼字啊 你是平常在讀古書是吧 佑來了 這什麼字啊這個 這什麼 歡迎收看今天的南部開講 我是主持人 今天要跟大家說的是流感 說到流感是因為下禮拜就要過年了 那過年這段時間 我們知道南來北往 大家這個人口的交錯匯集 那很多人會回故鄉過年 那我們要注意的是流感 我們目前的這個疾管單位也認為說 可能就在過年前後的這段時間 是這個流感高峰期 那在為什麼要特別注意流感呢 因為在我們附近的香港 香港最近這段時間大家說到流感就害怕 因為短短一段時間這個流感 重症死亡的人就有一百多人 而且人數還不斷的在增加 那我們知道在過年這段時間 大家很流行出國去觀光 可能去香港的哪裡的也有去哪裡的也有 那更何況的是說在台灣我們在一個 本島內的一個流動就相當的頻繁 那在這段時間呢更重要的是很多人覺得說 我已經打疫苗應該沒有關係了 很抱歉 今年世界衛生組織恐怕猜錯了這個 這一次的流感 其實是H3N2的輪氏株 這是一個變異種 跟那個世衛組織本來公布的是德州株的 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你今年打了疫苗確定有效嗎 真的有效嗎 還是說遇到了有一些發燒骨頭痠痛的狀況 還是得要乖乖的去診所看一下 不要以為自己打預防針已經有買保險了 我們這些問題呢 我們待會要請教我們現場的學者專家跟醫生們 首先我要來介紹的是在我左手邊的 第一位是疾管署高屏區的管制中心醫師 洪敏男洪醫師 主持人還有各位觀眾大家好 第二位要介紹的是高醫感染管制室的組長 林俊佑林醫師 主持人好 各位來賓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最後要介紹的是大岡山社區醫療群的執行長 王洪裕王醫師 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大家好 最後要介紹的是 義大醫院中醫部的主治醫師 林欣傑林醫師 主持人還有各位觀眾大家好 首先我們要來看看 最近因為國內有很多重大的 社會新聞跟意外的消息 可能有很多的消息 都被這些大重大新聞給洗版了 但是其實有一個醫療方面還有健康方面的訊息 其實要知道 就是香港的流感最近相當的嚴重 來看這段歷史 冬天進入流感季節 今年初香港流感大爆發 光是一月份就有143件流感重症住院個案 其中81人死亡 而且死者有10位是18歲以下的兒童 創五年來新高 而且預估農曆春節前後 香港流感疫情將會進入高峰期 屆時病例恐怕會更多 截至這禮拜一 香港流感死亡病例已經累積到145例 並且有90例住進家戶病房 根據統計 90以上的病例都是H3N2流感病毒所引起 台灣疾管單位分析 主要原因就是世界衛生組織WHO 今年錯估疫苗株 原本預估流行的是H3N2的德國株 沒想到卻是瑞士株發威 讓疫苗保護力大打折扣 如果大多數的人都有打了疫苗的話 那其實對整體的群體免疫力也有提升 香港的話他們因為是有瑞士株 就是說跟打了疫苗株是比較不一樣 所以看起來他們的疫情比較嚴重 國內的流感疫情也開始進入高峰期 上週又新增 14例流感病發重症確定病例 都是感染H3N2 面對臨近香港疫情 疾管署也呼籲民眾不要掉以輕心 舊的H3N2已經流行差不多三個季節了 所以照一般流感病毒的活動來講 它是差不多會改變的一個時間 所以這一波是比前幾年來的大 疾管署要示台灣施打流感疫苗的比例 比香港高台灣的H3N2 與疫苗的變異目前是兩成七 香港是六到七成 因此相對於香港台灣疫情 目前算是平穩 不過警官署也呼籲 春節前後是流感的高峰 民眾還是要特別的留意 好 我們來看一下目前在香港的H3N2 流感疫情 我們剛才透過VCR裡面也看到這個 兩百 今年的 一直到今年的二月十二號為止 總共有兩百七十例的中症病例 其中有一百七十三例是死亡的 那確診有四千 那因為H3N2流感死亡的九成是老人 多數是因為流感又併發了肺炎 那另外他現在是瑞士豬 那跟這次疫苗裡面 或是說覺得是前幾年流行的德國豬 是不一樣的 沒有 目前是沒有疫苗可以預防的 那很多人感染 在香港感染H3N2流感的病人 其實也都有打過疫苗 有打過疫苗 那這一次的香港預估流感 高峰期才過了一半 整個高峰期過後 嚴重性跟死亡的個案 搞不好會增加一倍 首先我要來先請教的是洪醫師 為什麼這個香港這一次的流感疫情 會這麼嚴重 還有人說這是香港SARS之後的 最嚴重的一次疫情 這個其實當然是跟這一次疫苗 跟有當地流行的是瑞士豬 那因為疫苗沒有辦法 有效的對抗這個瑞士豬 所造成的一個效應 那其實香港今年的疫情 大概是這四五年來最嚴重的 那其實香港在2005年的時候 也曾經有一次是疫苗株 跟流行的這個的情況 是沒有吻合的 那當年大概是大概死亡 大概八百多人 那今年看起來的話 初步估計至少到目前為止 專家是認為可能 也許還不會超過2005的 那一個情況 因為香港雖然短時間 真的有大量的個案出來 不過上個禮拜其實 這個新增的病例數 似乎是有比這個前一週 那麼看起來是比較減緩一點 對那也跟香港也許當地的 這一些生活的一些 人群的密度等等 所以這些因素都可能會導致於 香港這個疫情 是比較嚴重的這一年 老實說如果按照世界衛生組織 提供給每個國家的一個訊息 那每個國家採購疫苗 大概都是差不多 那如果按照這個狀況來看 為什麼香港的這個疫情 相對於北半球的這些國家 比如說不管 北半球國家大概是同時進入到 比如說這個冬季的流行高峰期 那為什麼它比較嚴重呢 對這個也的確是一個好問題 因為其實疫苗株跟流行株 沒有猜中的這樣的情況 其實不管是歐洲美國 那台灣日本韓國 其實大家都是一樣的 那大部分其他國家的疫情 其實並沒有特別嚴重 我們台灣其實今年疫情 也沒有比去年來的嚴重 那香港的確是比較特別 那麼可能也許跟香港當地 剛剛如同我有提到的 就是香港當地的這些 人口的密度很高 那也許跟今年的一個天氣 也有關係 所以這些諸多因素造成 而且本身的疫苗的這個 跟流行株 一旦沒有發生這個吻合狀況 的確可能造成 今年疫情是比較嚴重 好 我們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關於所謂的這個病毒的 一個變異性 那那個林俊佑醫師 我想請教的是說 到底這個瑞士豬跟德州豬 有什麼 它是不是毒性更強了 不然為什麼會造成 像在香港 大家說到 就算有沒有打過 打過這個疫苗 但是好像幾乎沒有安全的這個 遮蔽路 當然我們應該是這樣解釋 就是說 施打疫苗的確可以提供 一定程度的一個保護 那今年看起來的話 在社區裡面流行的 因為有一部分是屬於這個 所謂的瑞士豬 那所以對於大部分的民眾來講 它如果之前沒有感染過 類似的 這樣的一個病毒株的話 它的確是沒有對抗 這樣的一個病毒的 一個抵抗力 所以當然它 是有比較高的一個機會 會有一個比較嚴重的 一個情形發生 不過在這邊 今天我們還是要做一個說明 就是說其實流感病毒 它一定時間之後 它就會產生一些抗原性的 一些所謂的微變 那這樣的微變 跟像2009年這樣的一個 全世界的大流行的這個病毒 它整個完全的一個轉變 它是有蠻大的差別 所以它其實流行一段時間之後 本來它就會有一些些的改變 所以導致社區裡面 比較多的人 對於這個病毒 是比較陌生的 所以它有比較高的機會 會受到感染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們大概回頭會來看台灣 如果今年會造成比較嚴重的 嚴重狀況是潤石珠的話 那我們台灣一樣的 我們的疫苗 打的也是屬於德州珠 這是 所以我不知道像王醫師 王醫師您目前的就是說 有沒有病人 它疫苗打了 它還是得了流感 那回來跟你看不然 有啊 我們診所還是有碰到 它就是打了疫苗 沒有效 但是因為報紙 現在的報紙輿論 還是像我們這種節目很多 所以它都知道說 瑞士豬不好 所以大部分 他們心裡是有底 那我的感覺是 今年的流感跟以前差不多 但是我比較擔心的是 過年以後會不會大流行 因為像剛才我們講到香港 香港它可能 我想還有一點印趣的問題 它是地宰人籌 有些華人的習慣 怎麼樣 但是假設它有幾個人得到 它又是很喜歡交朋友 到處跟人家吃飯怎麼樣 那就蔓延得很快 那如果說得到的東西 在宰男宰女 它可能蔓延沒那麼快 但是理論上我們大部分的人 身上是沒有瑞士豬的抗體 所以我是覺得如果台灣 現在已經有二十幾%了 理論上它還是會慢慢蔓延開來 所以我是覺得過年初 因為大家很努力 不然我是有點悲觀 覺得會越來越多了 但是另外的話就是說 我覺得我們台灣的水準 還是滿高的 因為台灣的眷寶做得很好 我們的客流感 我們的瑞勒沙 不用老百姓出錢 我們集管就會出錢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 再舉個例子 我們台灣的人口 是香港的三倍半左右 所以香港如果173個人死亡 換算台灣的人口 如果一樣的情形 可能死亡是600個 那我們好幾十年 才碰到一次的921大地震 死了往生了2400個 所以如果說像香港說 將來還會再雙倍 那台灣如果換算台灣 可能1200個 大家都會受不了了 所以我是覺得 我們在台灣還是很幸福的 診所的水準高 工位好 輿論也很好 都會提醒大家 但是換言之 如果說這樣子 換言之 那等於說今年 今年有打過流感疫苗的 這些親朋好友 這些鄉親們 你還是要注意 今年打的疫苗 講坦白的就是不好 沒有 是這樣子嗎 如果統計上來講 因為我們有60%是德州豬 所以你豬啊 被人家傳染60次 你是有抵抗力的 那可能40次你要靠你的免疫力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打的還是好很多 60%都好 及格了 但是如果感染到的是瑞士豬呢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是第一 你要有免疫力 第二 你要警覺心 那你如果有流感的症狀 等一下我們會說 你要趕快找你的家庭醫師 如果很嚴重 就趕快到醫學中心 那那個林俊恩醫師 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說如果按照這個樣子來看的 我打 我今年有打了疫苗 但是如果說 我還是有一些發燒 可能流感的症狀 我能夠自我安慰說 我已經有煮疫苗了 應該是沒有事情吧 還是說 還是得乖乖的趕快去看一下 免得錯過所謂的黃金治療期 的確因為在這個疫苗的一個覆蓋率 沒有辦法到非常非常理想的一個情況底下 我想也是呼籲民眾就是說 如果他這個發高燒 尤其是像我們現在 如同剛才王醫師提到的 我們有這個所謂的擴大試用 這些抗病毒的藥物 包括瑞勒沙 包括客流感的一個使用 其實只要發高燒48小時 他就是一個符合來使用 這樣的一個藥劑的一個適應症 所以其實如果說民眾 在這個感染到這樣的一個病毒的時候 能夠即時的到醫療院所 不管是醫院或是診所來就醫的話 當然是可以比較早得到這樣的一個治療 那同時在自己被治療的同時 當然也降低再傳播給其他 同事或家人的機會 我想這個是可以在我們整個防疫上面 也是有一點幫助的 好 其實換言之 我還是要覺得說 我們要用更坦白的話跟民眾說 就算你有 今年你有打過了 所謂的不管是公費或是自費的疫苗 你也遇到的有一些發高燒 特別是發高燒到39度多 又是骨頭痠痛了 你千萬不要以為你已經買了保險了 對不對 王醫師 我覺得每年都這樣 像疾管期今年8月在榮總有一個流感疫苗的研集會 那我記得研講長這樣講 H1.1.1的抵抗有效率大概是7成多 A型流感5成多 B型流感好像各國都差不多4成8 所以本上就是差不多6成的機會 其他我們還是一定要有警覺性 所以今年是目前為止 台灣都還好 我們是怕說瑞士豬一花不可收拾大流行 所以如果大家都有警覺性 你得到你馬上看醫生 馬上吃抗病毒藥物 你馬上戴口罩 你馬上洗手 馬上隔離 就好啦 這樣就不會再疼出來 那如果說你得到了 沒關係到處去找朋友 過年拜年握手 還是擁抱一下 那就討論 所以我是說 我們是不是在這個疾管署的部分 應該要給民眾的一個資訊 有一些更新 就是說 我雖然打過疫苗 但是因為今年四位 世界衛生組織專家判斷錯誤 所以大家打了疫苗 不等於完全百分之百的保險 是不是應該在這個部分說 只要你有這些症狀 你還是就算打了疫苗 你還是要去看 是我想其實因為剛剛有提到 其實這個在台灣流行的這個瑞士豬 雖然現在所佔的比例 那麼剛剛主持人有提到 那可能是兩成三成左右 不過事實上 因為這些病毒的監測 疾病管制署 一直都有在做監測 那目前最新的監測 大概是大概是五成左右 所以其實隨著這種 這個對疫苗無效的這個瑞士豬 如果他流行的情況是越來越 所以範圍越來越大 那麼所佔的比例越來越高 那麼當然 之前有打疫苗的這些民眾 相對而言 當然他的保護就會變少 因為以前如果是 瑞士豬只有佔一兩成的話 那我們也許覺得大部分打疫苗 是會比較覺得比較安心 可是如果說瑞士豬的這個比例 不斷的在擴大 那麼的確沒有錯 這個情況 那麼對於之前有打疫苗 那當然他的保護效果當然就會 比較不理想 所以對於這個情況 我們是覺得說 其實也透過一些訊息 也讓這些民眾知道 那麼第一個 疫苗當然就是有它的局限性 不是每個人打都 即使你的疫苗株跟流行株有 吻合也不是百分之百有效 那一定是有某一種程度 隨著你的年齡 隨著你的免疫狀況會有不一樣 那在如果說疫苗株跟流行株 不吻合的情況下 它的保護力當然會更差 所以這個時候更差的情況底下 我們就也要讓民眾知道說 我們其實對抗流感 不是只有流感疫苗而已 我們還有其他的一些方法 如果疫苗效果不好 那這個時候 我們有很好的這個醫療體系 我們有這個公費的抗病毒藥劑 所以這個時候它的角色呢 會慢慢的會更大 那當然也要把這些訊息 讓我們的民眾知道 那我想剛剛主持人提到 這個是一個重要的一個訊息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今年呢 也有一個兩歲的小弟弟 兩歲小弟弟他打過疫苗 但是呢他一樣感染流感 然後很快的時間他就走了 到底是為什麼 這是很多家長會覺得說 但是已經有助於疫苗 應該是沒關係 應該是吉他 是不是什麼腺病毒 或是一些其他的 所以我們其實可能在這個觀念上 都必須要重新再 有一些新的資訊 我們先來看這段BC 一名家住北部的兩歲男童 1月9日出現發燒 咳嗽等感冒症狀 陸續到診所就醫三次 但後來開始出現呼吸腫破 胸部凹陷轉進醫學中心的 小兒加護病房治療 但在1月15日 還是因為多重器官衰竭病逝 到醫學中心的時候已經有呼吸困難的 一個症狀出現 那雖然經過救治 不過還在1月15號 就是已經過世了 那最後檢驗出來的結果是 H3N2的一個流感病毒 警方署表示 今天流感疫苗保護力雖然涵蓋H3N2 不過因為台灣H3N2病毒株已經變異 和疫苗的病毒株差異達到兩成七 已經打疫苗的人雖然有一定程度的保護力 但還是有感染H3N2的風險 呼籲民眾萬一真的感冒 要特別注意有沒有症狀的改變 要注意所謂的流感的危險徵兆 那有包括呼吸困難 呼吸急促還有意識改變 那小朋友的話可能有活動力不佳 然後還有就是很難喚醒 疾管單月預估 農曆春節期間因為難來備忘 出國旅遊頻繁 流感疫情可能達到最高峰 為了因應春節急診用塞的情形 各大醫院也將視情況 另外開設類流感門診 如果在急診 他的人次是超過一千人以上的大醫院 就請他們盡量在春節期間 只要是他的急診裡面 類流感的人多的話 應該要協調開力類流感門診 疾管署強調 雖然H3N2的疫苗株和流行株 沒有百分之百吻合 不過只要打過流感疫苗 人具有一定的保護效果 可以降低重症的機率 所幸目前沒有發現抗藥性病毒株的出現 因此疾管署另外擴增公費五萬份 流感抗病毒藥物 讓民眾可以安心就醫 是其實我們比較擔心的一樣說是 過年這段時間 雖然是現在是兩成七對不對 兩成七是慢慢 你說慢慢往外拖 或是人的一個密集交往的程度多 其實是一個有很大的擔憂所在對不對 所以我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是流感 你馬上吃藥 那就是把它局限在那裡 所以這個就是很重要 那我們在診所 我們每一個發燒的人 我們都會跟他講這個觀念 因為每一個發燒的人 我們也會跟他講 所有的感冒 你就是很討厭 症狀很討厭 但是還不會很難過 但是如果說你是流感的話 我們覺得說 那你可能你就是很容易惡化 然後就是會高燒不退 會一直咳一直咳 甚至咳到會喘 然後會全身都沒有力氣 很倦怠 高燒無力吃不下 好像撐不下去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是這一邊的話 你就要警覺訊 那如果是這一邊 就比較沒關係 那換句話說 我們常跟病人討論說 你如果吃藥不耗 你就會很稍微 那可能你就要趕快回來看 是不是流感 那如果你吃藥不耗 然後你覺得活動力都還好 可以看電視跟人家聊天 那大概就是不用太緊張 大家都跑去急診 那另外的話就是說 我們國家現在是規定說 花高燒平常是要73天 那在流感流行程 48小時就給他抗病毒刺激 但是還好他有一個說 如果呼吸急促 他很難過可以馬上給 所以我們像 昨天我們有一個病人 他就是有打 但是他就是很難過39度 他說他很喘真的很難過 我們就馬上給了 那給了通常我們的感覺 以前大概課流感 吃個差不多兩顆三顆 他就會比較舒服一點 所以你昨天那個case 你昨天的那個case一樣 就是他打過疫苗 但是他還是得了流感 以前也有這樣子 所以主持人剛剛一直在強調說 今年要特別小心 我都承認 今年的疫苗可以說 比較不好 但是往年也不是絕對有效 所以我們永遠都有一個警覺性 你打的預防針好很多 但是不管有沒有打 吃藥沒有效 你真的很難過 你就要懷疑流感 你就趕快找你的家庭醫師 所以你一般來以為是感冒痕 精速拿腰拿腰拿腰 還是一直燙一直燙 人很生吃不下去 那就是要真的這麼懷疑 如果第一次來 甚至我們還有一個看板 就是說因為我們都會量病人的TPR 就是說他的體溫 正常成36度半 你38度要小心 39度我們就要有警覺性 那你的心跳72 100以上就不正常 你大概119還是120 130 就表示很難過 那呼吸急促也會很難過 那血壓如果很難過會高 但是如果你器官衰竭了 可能血壓會低 所以就是說你要平常知道 你的體溫脈搏呼吸處 血壓是多少 那如果太高太低 都要非常的小心 這個就是我們的生命症狀 要是興趣 那我也想要請教那個 義大利林醫師 我想請教一下 那像在中醫那裡 我們知道有些老人家 他們其實很關係去看中醫 那目前面對流感的這種狀況 你們有沒有一些 特別處理的方法 其實以目前來看的話 其實來看感冒的患者 其實還是蠻多的 然後我們一開始 其實在初期的話 感冒跟流感其實相對性有一點 其實是不好去分辨的 所以如果說我們來看的話 一般老人家或者是嬰幼兒的話 我們會特別注意 而且通常在我們比較大的醫院 或診所的話 通常我們也會去注意 他的血壓溫度等等 甚至呼吸速率 然後如果我們去看他說 他看起來有類似 比較像重症的部分的話 我們當然在本院的話 當然就可以做立刻轉診 如果說我們看起來 他來看的話 看起來活動力等等的都還不錯的話 我想以目前中醫的治療 其實是類似西醫的 一開始的一些支持性的療法 如果是通常是一般的感冒的話 我想是療效是相當的 那如果也必要言說 你們就會建議他轉軸 對如果他一來那種人 整個看起來就是非常不舒服 甚至在一些生命真相上 已經出現了改變的話 我們當然會在那裡 就是幫他做立刻 一個轉折的一個動作 這樣子 好 我們等一下待會兒 要繼續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要來跟民眾說 哪些症狀 你要自己知道 這不能自己油 扁油吃東西 還是說熱水喝喝 會嘻嘻嘻嘻 這樣就好了 真的要注意到有一些症狀 要趕快時間很緊急 這也說是一個跟時間在賽跑 待會兒回到南部開康 我們要來挑戰 那是我們也要注意到 我們要去找藥 讓我們去看 哪個症狀 我們要去看 是不是我們要去看 那一段時間 那些症狀 是我們要去看 那些症狀 發生的症狀 在那裡 那些症狀 也快速增加 什么道理可以解释这种 令人担忧的状况呢 纪录片《毒从口入》 追踪食品的生产方式 从农田开始 农药就造成巨大危害 接着食品加工业 让塑化剂 双焚A等毒物 进入我们的体内 造成癌症盛行 生育能力危机和婴儿畸形 从能吃就是福 变成了毒从口入 2月13号 周五晚间十点 公式主题之夜 《毒从口入》 欢迎继续到 我们知道像礼拜要过年 过年真的是南南边往 大家过年当然是 很开心的事 但是过年其实要 比较注意的是说 可能除了流感之外 可能比如说大吃大喝 或是说这也是 一些轮状病毒 或是说人家说的什么 肠胃型感冒 大流行的一个时候 其实我们还要来看看的 就是说我们常说这个流感 得到流感的时候 我们也今天有一些资讯 要跟观众朋友来提醒的 比如说你得到流感的时候 哪些做法是正确的 来那个王医师 我很想请一下 这个是吃止痛药跟 阿斯匹林 比如普拉腾就可以治疗的吗 这个是症状疗法 但是阿斯匹林我们现在很少用 因为16岁以下容易雷氏症候群 然后容易流血不止 所以阿斯匹林我们几乎都不用了 那所谓的止痛药就是 NSAID 那个是可以用 但是理论上我们会优先用普拉腾 那可以让病人比较舒服 我是说流感的时候呢 流感我们也是给他普拉腾 它会比较舒服 OK 好 那流感的时候吃抗生素有没有效 没有效 没有效 那打针有没有比吃药有效 老人家 钓一个大担的 打针真的很危险 尤其说你如果说已经很不舒服了 打针很容易休克 所以我们都希望不要打针 但是我们吃药有一个 就是说你如果吃头与剂量 就是第一包就比较接近了 这样我们叫头与剂量 这样跟打针的效果不会差很多 所以我们都很希望病人知道 什么叫头与剂量 那就不用打针 那多喝水补充心或维他命C 就可以自己好了吗 我觉得有帮忙 但是还不会自己好 所以回头来说还是要 看医生 然后如果真的是流感 当然就吃客流感或是瑞乐莎 那有症状的话 你咳得很厉害还是可以吃一些化痰 要如果很多痰的话 那另外大量的运动出汗 会不会比较快好 不一定 你如果说本来已经吃不下了 再冒冷汗 然后更虚 那不一定 那一般传统就是说 泡个热水澡 搅拌一下 出汗会更快好吗 你如果是小病的话 我觉得泡个热水澡 会比较舒服 但是我的诊所 从开幕到现在 只有一次叫119 就是一个老师 他去录影 很累很累回家 他会泡热水澡 然后撑到我门口 走了就倒下去了 他没有挂号 所以他说 我泡水澡泡得好舒服 然后就砰就倒下去了 所以就是很累的时候 你要很小心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 也跟观众朋友也说 如果说真的是 有得到流感 除了我去诊所看了 医生拿了克流感之外呢 那还可以再做一些什么 我们就所谓的支持疗法 医生会给你很多药 不是只有给你克流感一颗药 那当然你如果想吐 他也会给你一些止吐的味 要让你不会那么难过 那当然就是说 我们就是说 在家里 你就是要多休息 多喝水 自我隔离 不要传染给家人 那另外的话就是 那个流感出事情 大概都是器官衰竭 所有的器官衰竭 就是说你一个器官 你肺 重症就是一个器官衰竭 你不会穿鬼了 肺部完蛋了 你血压量不到 心脏完蛋了 所以如果有一个重症的症状 就是一个器官衰竭的时候 就要赶快去医学中心 去大院 林军佑主管我想另外要请教的是说 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说 今年的这个世卫组织 在这个疫苗株上面 没有猜对 那可能很多的民众都说 那煮有风霜 煮的疫苗 不然我不是照常滴到流感 那怎么又煮 那当然我们知道 疾管署最怕民众有这种心理 比如说 今年比如说 如果我这很坦诚说 今年真的是猜错了 今天猜错了这个疫苗 老实说今年的疫苗真的是 你没有办法 我们说了 这次如果 这次来了这个瑞士猪 你打这个疫苗是没有效的 那疾管署大概很怕 很怕的说 你民众不民众 在明年的时候 或是说明年表 今年应该算 今年的9月10月的时候 就不肯再去多打疫苗 你觉得觉得不好 但是这样的观念对吗 其实我们还是觉得说 流感疫苗的施打 还是可以带来一定的一个 保护的效果 而且重要的是 有的时候在 比如说在家庭里面 可能小孩有打了 其实可能也不只是 保护到这个小孩而已 就会带来一些 整个群体免疫力的一个效果 那原本流感疫苗 它的保护效果 大概就是只有 大概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 应该是少于一年 所以其实它的施打 就是每年必须要施打 那以目前台湾的公费的流感疫苗 它就是含瓜有 H1N1 然后H3N2 跟一个B型流感的一个疫苗的 这个病毒株 所以它其实是 可以含瓜到不同的一个面向 因为在过去也曾经 有发生过 其实前一年是A型流感为主 但是来一年 又变成B型流感为主 这样这样的情况 其实也是有机会发生 那所以每一年的施打 我们还是觉得说 会对民众个人 还有包括整个台湾的社会群体 带来一定的一个保护效果 所以还是觉得说 这个疫苗这一部分 该打的 特别是有一些的高危险群 还是建议他们 不管如何 不管才对才错 都是要打疫苗 对不对 是 因为其实对抗流感 其实最浮底抽薪 最有效的方法 其实还是打流感疫苗 那其实这几年来 其实A型流感 其实绝大多数 其实都预测的 都还算蛮精准 也的确发挥了 它蛮大的一个功能 而且重点就是 刚刚我们这个 林组长有提到 其实流感疫苗 含有三种成分 即使有一种 你没有猜中 其实有两种 其实还是能够发挥 它相当大的一个 保护的效果 那可能有很多民众会 那现在有糖尔注介 瑞士猪的疫苗吗 现在有吗 现在 现在的话 因为瑞士猪的这个成分 目前的话 如果要用的话 主要是南半球 因为我们北半球 目前的这个流感剂 快要结束了 那么南半球的这个流感剂 即将开始 所以新的疫苗 要供给南半球 使用的这些疫苗 目前已经含有瑞士猪的 这样的成分 那应该香港要赶紧去 调货才对啊 南半球也没有啊 也还没有啊 南半球也缺货了 不是还没有 还没有 在生产当中 所以其实也真的是来不及 所以在这段时间 春节南来北往 如果有这些症状 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一再的提醒 因为我们担心很多的民众 以为自己疫苗打了 就万无一失了 而延误了所谓的在 看到自己发烧 或是这些48小时之内 是吃客流感的黄金时期 这是我们刚来的节目 反复当中一再的一个提醒 那另外我们要请教的 在中医部分呢 那当然很多人说 你的自己的灵异力 或是说吃什么 在这段时间 可以让自己的身体 稍微好一点 对这些病毒或细菌 有一些好一点抵抗 其实我想传统医学 就是在我们古时候的话 一定也是有流感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那时候一定会有 相对应对的方式 然后经过这个数千年来的演化 我们所留下来的一些经验 我想应该还是能够有一些 作用参考的作用 那我们临床上的话 我们会建议说一些患者 他如果说在家里就能够方便的 使用的一些药材这样子 那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生脉营 我们会建议说患者去使用 西洋生脉门东五味脂这样子 然后比较简单的话 就是说我们把它丢进去锅子里面 然后再加一千cc左右的水 然后去煎煮之后 把渣给滤掉之后 然后再取之来做一个服用 然后这样子的话 它在我们中医里面的角度 它会有一个益气神经的一个效果 然后它也会有增强免疫的效果 所以实际上 它是处于应该是保养吧 是这样保养吧 对 临床上我们是建议患者 他在一般的时期 就是你没有一些症状 没有感冒等等的时候 就可以来使用 就是说在肝儿郎这段时间 就是说它可以好好的保养自己 让自己免疫好练 那如果说这个药方的话是 比如说在网路上查打下生脉引 就可以查得到吗 理论上以目前的话 资讯那么发达 在网路上其实都找得到 但我们临床上还是建议说 如果说你患者来我们就诊之后 然后再来开这些药材 给你们服用的话 其实会比较好 对 因为还是有一些体质上面的不同 然后这些患者可能会比较 不是用这些药物这样子 好 那回头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说 我们要请那个林主导跟我们谈一下 这个打流感疫苗 这些观念对不对 那我们这里图卡麻烦 请修一下 谢谢 就是打了流感疫苗 就不会感冒 还是这是两码子式 这个是 其实是两码子式 因为感冒的症状 应该说造成感冒症状的病毒 其实很多都是 不一定是流感病毒 流感病毒只是 一个叫做流行性感冒病毒 那很多的感冒 它其实是其他像是腺病毒 或者是鼻病毒等等造成的 其实这个是 没有直接的一个关联性 那去年打过了 今年我自认抗体还是够 我可以不打吗 根据这个绝大多数的研究都认为 这个流感疫苗的一个保护效果 大概就是一年以内 一年以内 所以还是应该要每年施打 那其实很多 因为过去有时候 在打疫苗的时候 会有一些的新闻 或有些人他 觉得打了疫苗之后 他有一些状况出来 所以很 其实很多人可能会认为 说打疫苗是容易有危险性 宁可得到流感也不要打疫苗 我觉得这是一个 风险评估的问题 就是说有一些民众 如果他本身是罹患流感之后 他会并发一些并发症的高危险群 比如说年纪很大的族群 或者是比较年轻的族群 或者是他本身有一些心血管 或者是比如说糖尿病 这些慢性疾病的人 那他得到流感之后 他可能并发症的风险 会远远大过于施打流感疫苗 带来的一个风险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评估的情况底下 应该这个流感疫苗 是会建议在这些 比较高风险族群的人身上 好那我下面几个问题一起 就是很多怀孕的妇女 都在问说 他到底要不要打疫苗 会不会影响到胎儿 另外感冒的时候 不可以 到底可不可以打疫苗 另外自肺的疫苗 是不是比公费的好 国外的是不是比国内好 在孕妇施打疫苗这一块 其实在北欧 有很大型的一个追踪的研究 他们是认为说 其实孕妇施打疫苗 并不会额外带来一些 对胎儿的风险 那反而还甚至有些 保护的作用会出来 包括他这个死产的机会 其实是会有受到一些保护的 当然这个也要相对应于 当年度的一个流感疫情 来做一个判断 不过看起来 至少安全性的这一块 是没有太大的一个顾虑 那至于说感冒的时候 一般我们是这样子 跟民众建议 就是说 如果他正准备 要施打的那个时候 或者是说 比如说小朋友在学校 正准备要施打的时候 刚好有些发烧的情况 那为了要避免疫苗施打之后 我们在临床上判断 他这个发烧的原因 有受到一些干扰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 这次的事件结束之后 我们再来做施打 那这样子可能 比较不会去干扰 我们的一个判断 那至于有关于 这个自肺疫苗 跟公肺疫苗 我想这个可能 其实都是那些厂商所制造的 只是说有一些 所以这是一个假议题就对了 应该是说 我们可以跟民众 再说明的更清楚一点 就是说 其实有些时候 会被要求要施打自费 是因为他没有符合到那些 所谓的公费施打的一些条件 那不过其实疫苗的制造商 大概就是都这些的制造商 所以其实他应该有一定的认可过 他是可以来做使用的啦 我补充一下 我是觉得说 我们先讲一点别的 我是觉得说 我们流感就是冬天嘛 然后天气热就慢慢没有 所以理论上 今年的十月打流感的疫苗 一定有瑞士株 那瑞士株 今年打一定会得到很大的便宜 因为这株数 我们大家都没有抗体 所以我想明年 就是今年底 明年初后年 大概都会以瑞士株为主 那你打就比不打好很多 所以我是现在就要先预告 今年十月大家都要打疫苍者 要打流感疫苗 这已经在替那个疾管署在push了 没有这个是为大家想 不是为他想 是为老百姓想 那第二个就是说 刚才讲到孕妇 因为美国有很多报告 孕妇H1N1的时候 得到H1N1 他的死亡率比较高 住院率比较高 食产率比较高 所以我们国家今年反而规定 孕妇可以打不要钱的 那我们国家为什么要打不要钱 就是你得到你会很惨 我们就要花更多钱 那所以只要国家说 你可以打不要钱 你就是高危险群 那所以打不要钱就是 国小以下 六个月大到12岁 65岁以上 50岁以上有糖尿病 这你也危险 国家都出钱给你煮 50岁以上你有心肌梗 腮蜡有一些严重的病 孕妇国家今年也帮你打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国家愿意帮你打 你就是高危险群 你要去接受这种福利 那另外的话我们讲到说 为什么有人 就是有一次有一个 好像刘医师的儿子打流感 以后就死亡 那我们要知道说台湾 一天有几个人往生 我们台湾一天大概有410个人往生 那这410个往生可能380个都是 变得很严重 可能有30个是猝死 还是没有什么原因 那这些人如果你去打流感 预防针 打了隔天刚好就 本来有打没打 隔天都可能会意外死亡的 那这样就很麻烦 那我们现在流感的话 打预防针 学生大概有170个打 65岁以上的老人有40个打 所以那些老人 他就很多人去住嘛 长辈就死了 那万一明天有什么原因 会往生今天打明天往生 那就惨了 这就是你要赔来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原罪 所以我是觉得说 我们如果从逻辑上 数目上知道 台湾一天有几个人往生的话 就比较容易解释这个问题了 好 我们除了刚刚还提到的 流感部分 要请民众要多注意的之外 其实在春节这段时间 最近真的别说 现在老家真的是 老家没有在糖尿 不然老家那种连吃什么东西 大概就吃不下 其实就病徒型的肠胃型 在这段时间也随着天气冷 前一阵子寒流来 那真的是大发威 那同时在这段时间 我们要提醒就是 特别在过年这段时间 特别要来注意的 而且是要有好的卫生习惯 要怎么注意呢 先来看这段 医院小儿科诊间的外头 一早就挤满看诊的人潮 其中有不少是因为小朋友 上肚下腺很严重 家长赶紧带来看诊 医师表示 最近两周 类似这样的病例 比平常增加大约2到3成 相较于香港的H3N2流感大爆发 台湾则是病毒型的肠胃炎大流行 全台腹泻的病例 已经连续四周成长 而且以6岁以下的幼童居多 几乎都是病毒型的肠胃炎 症状包括水泻汗呕吐 还可能合并头痛发烧胃痛等 经过检验后发现 大多是感染诺罗病毒跟轮状病毒 上个礼拜大概有因为腹泻 而到这个门急诊去就医 大概有20万人次 那这个我们是有观察到 大概有连续两周的上升 那同时也较去年这个同期增加了 警方署强调 病毒型的肠胃炎 主要是藉由粪口传染 因此提醒家长和小朋友 一定要勤洗手 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如果小朋友出现类似的症状 最好不要送去安心班或幼儿园 以免造成群聚感染 另外轮状病毒可能附着 在玩具 门把 马桶等 长达时间甚至更久 建议家中如果有腹泻的患者 要加强环境的清洁与消毒 侯医师我想请教一下 这几个病毒会不会有所谓的 叫杀感染这样的问题 当然会啊 因为你今天得了流感 不代表你明天不会得 诺罗病毒 那你明天 你今天感染诺罗病毒 也不保证你明天不会得到流感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一个 就是流感 我们有疫苗可以来预防 那很重要就是这些疾病 不管有没有疫苗 个人的一个卫生习惯 其实是很重要 我们都一直在强调 其实药物其实只是 疾病控制的一种手段而已 那其实个人保持良好的 卫生习惯 有好的呼吸道的一些 一些像咳嗽里结 自己本身有呼吸道症状 你就要戴口罩 那么自己要勤洗手 因为这些动作 不但可以减少 你自己感染到这些病毒 也可以保护你周遭的人 不要被你感染到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说 这段过年期间 过年期间像王医师 你都有休假 那如果说大家如果是有一个 有一个怎么样的话 就是直接都去大医院了吗 这个我们国家现在很进步 我81年开业的时候 我们过年如果不休假 因为大家都休假 我们好多好多病人 后来的话到最近几年 我如果过年不休假 还是没有什么病人 除非感冒再大流行 不然的话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过年诊所都休假 所以他也去玩 所以不见得就 过年会有很多病人 那我们现在诊所真的很多很多 所以过年还是有很多诊所 有开业 至少我们国家 他都会鼓励诊所说 你们礼拜天要开业 不要让人家找不到 你过年最好开业 然后我们还奉令到 眷保署的网站去说 我过年休假几天 所以你去上面一看 就知道哪一家诊所 过年有没有放假 那如果说是 但是如果在过年期间 总是比如说像你说 你还是休个 初一 初二 初三 那除夕下午是休假了 因为台湾人总是觉得 大年去医院很不吉利啊 所以他也不太愿意去 你可以问高一 高一他的病房也都出得差不多了 除夕夜很少人愿意在家里 在医院过的 所以就是说当然 我们还是有一些诊所会开业 那至少急诊都在 那台湾的话 真的台湾的急诊 真的太方便了 真的太方便了 所以急诊医师有很多抱怨 那需要先拿药吗 还是说需要拿一些药线 真的 民国八十几年 我除夕从早上看病 我们除夕都看半天 看到十二点 大概都可以看到晚上九点 这大家都会抱怨 你先把我抱普通的 演的感冒 现在除夕都是 整十二点就close 没人在抱怨 有病在看 我们国家真的进步很多 所以意思说 这个问题是还满漏的是吗 没有 如果大流行的时候 那真的是有问题 那所以我们都很希望 大流行的时候 是不是很多医生 比较年轻 我们这个老了嘛 很多年轻的医生 拿给出来开业 我们待会儿 持续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来讨论一下 其实一切都是预防 重于治疗 那我们等一下要来听 中西医来 跟我们来谈一下说 在这段时间呢 还是自己先预防 先准备好 包括你的精神体力 先预备好 那你就比较不会怕 那当然也有好的一些 基本动作 待会儿回到 这些年 新加坡发展神速 吸引了全球人的目光 六年多前 大雄也举家 从台湾搬过去 做美术设计的他 改行拿菜刀做吃的 我发现新加坡人 对台湾的吃 接收度比较高 他们都笑我是打不死的蟑螂 原本在台湾开安亲班 月收入二十万的老婆慧如 则专职当家庭主妇 灰姑娘也只不过到十二点就结束了 我要多加分两个小时 生活要重新适应 英文更是两人的兆门 连买菜都选择 说台语买通的地方 你是不是在这里讲话 给我的身份地位 比较高一点 也不会 比较亲切 只是来到新国度 人生真的就比较美好了吗 大年初二 推着运动饮料 挨家挨户出卖 其实那时候 我觉得我很亏欠他 哎呦 真是的 今天晚上九点 新加坡异乡人的悲喜曲 重新开始好吗 就在公式比到 谁来晚餐 欢迎继续到今天的朗布 开康肯定 我们这样一路谈 从春节前 谈到这个过年的时候 如果真的是说 有这些 所谓的上腹吸道的症状 包括有发烧骨头痛症 感觉很像流感受 可以去哪里 因为的确 春节期间或者是假日 有一些地方门诊都已经 这个不营业 所以其实民众要嘛 就是往急诊跑 那其实这样的情况 可能会造成急诊的拥塞 那急诊其实只要人多 那就有可能 也有可能在里面 会有一些交叉感染 等等情况 也会发生 所以为了避免这样子的 急诊拥塞的情况 那么其实我们大概 从明天开始 从2月14号到3月1号 这段期间 这个假日呢 其实全台湾大概有 140几家的这个医疗院所 大概开了1000多个疹 就是所谓的 内流感特别门诊 我们希望如果民众 有这些呼吸道的 这些症状 那假设你情况 不是很危急的话 我们会希望民众 其实先去看这个 内流感门诊 那你如果不晓得说 你说这个住的地方 到底有没有开 什么时候有开 要去哪一家医院等等 那民众可以上网去查 或者是打电话 给自己所在地的卫生局 或者是你都不清楚 你也可以这个打1922来询问 所以医师是说 还是有一些的 讯息是公布在相关的 疾管局 还是卫福部的那个 疾管署的网站 那各县市卫生局 大概也都有这些 这个内流感特别门诊医院 这个的这些医院 都有名单在上面 好 其实那在这段时间呢 如果说像过年 像林医师 你比较建议说 大家其实要用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包括吃吃喝喝这一块 其实我想这段期间的话 比较有腻的东西 还是比较难以避免 然后我们在中医的部分 会建议说 你去使用一些 去有解腻的东西 包括如果说 你本身有在泡茶一些习惯的话 尤其是比如说 普洱茶 绿茶等等 我们会建议说 你在这茶里面加一些 比如说山楂 绝民籽等等 比较容易让你有去有解腻感觉的话 这样子会对你就是 比如说你这阵子的饮食都会有帮助 另外的话在睡眠部分 通常大家还是会熬夜没有错 不过我们以中医的角度的话 我们还是会建议说 大家至少在11点以前 就会来做一个入睡的动作 然后当然还是会熬夜 所以说我们尽量还是建议说 你没办法11点以前入睡的话 至少你每天要睡个七八个小时 这样子还是来得比较有体力 我刚才听到林医师说 那个11点要漏睡 对好多人来讲 就是难得可以 难得可以就是 明年睡到10点 11点的时候 怎么舍得那个 这种七十八十 这个11点就变成了 我们先去七十八十就睡了 那在西医的部分呢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 比如说这段时间 可以做点准备的 通常来讲的话 我们回到刚才的所谓的 这一次的干病毒 我们常常跟病人讲说 所谓的病毒性肠胃 还是所谓的感冒肠胃炎 还是只要温差大都会很多 那这个很多的话 我们都会跟病人讲 就不管你是 诺诺病毒 腺病毒 轮状病毒 小朋友就是容易上吐下去 还会发烧 那大人比较不会发烧 就是会头痛 酸痛 无力 所以就变成他是两个病 一个是肠胃炎 一个是发烧 酸痛 那肠胃炎 当然我们就是尽量希望说 他不要吃的太油腻 甚至就是电解 止水 骨葱 那这个医生 大概都有一些胃教担章 我们诊所也有很多胃教担章 那另外我是觉得说 釜底抽薪 就是说我们一天到晚 就胃教病人说 怎么样以防感冒 流感 还是一些病毒性肠胃 我们还是尽量不要去公共场所 人桌的地方 但是因为过年是不可能 但是你可以戴口罩 公共场所 家里有时候人来人往 就是一个公共场所 我最后会讲到 那第二个就是要常洗手 然后多喝水 然后多吃一些水果 蔬菜 维他命 最重要还是刚才讲的 不要睡眠充足 不要熬夜 至少就是说你很累的时候 你不要硬撑透支体力 这样你的免疫系统就会很差 然后要很快乐 不要说滑鼠狗啦 怎么样啦 你要量力而为 那这样子的话 你的免疫力抵抗力 就会很差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 在感冒流行的时候 你要拒绝有感冒的人去你家 所以这个我以前也讲过 那时候我在台北 这样子就是太没有人情味了吧 你家有人感冒吗 我家有孩子 小时 那另外很多家长都会 他就很冤枉 医生啊 我都没有带小朋友出去 怎么会感冒 我说你要申请国陪 我都会说 大人你如果父母亲从外面回来 你一定要先洗手 换衣服 甚至说这个鼻子的地方 要把它擦干净 然后你才去抱小孩子 这个都很重要 那另外的话就是 在流感的季节 我们觉得你不舒服 就要早点就医 尤其在流感的季节 那另外的话就是 我还是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说我们现在医生 可以开客流感 也可以开瑞勒沙 但是疾管局最近 都一直很希望我们开瑞勒沙 有些老年人 还是一些 他真的很难过 他不想数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理论上疾管局 是不是比较尊重一下 我们医师的判断 一年轻人 头脑还清楚 我们可以让他 用一下瑞勒沙 他就熟得迷迷糊糊 王医师 你这是重点的呼吁 对对对 为什么那个 为什么不给客流伞 一定要大家用 吸的瑞勒沙 为什么 其实因为政府在储备 这些抗病毒药剂的时候 其实当然就是除了瑞勒沙 也有储备客流感 我们当然是希望说 因为其实之前 为什么会进瑞勒沙 因为之前曾经有一些 这些流感的病毒株 对客流感好像有一些抗药性 所以其实政府在储备 这些药物的时候 也有考量到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就储备了 这两种药物 当然这个药物买进来之后 我们当然希望它能够发挥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功效 但是我这样听起来有点像是囤货囤太多 其实这个药物进来之后 如果民众可以使用的话 假设刚刚王医师提到 如果民众是一个成年人 然后他脑袋也很清楚 也知道怎么吸 那其实我们会建议说 其实让民众使用吸的这个瑞勒沙 它的效果其实跟吃的客流感是一样的 可是如果民众没有办法吸的话 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是尊重临床医师 如果临床医师觉得 这个人他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吸 有困难的情况底下 其实医师要开客流感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觉得这是 这个药 那个挑战一般人对吃药 吃药这件事情的习惯性 我老师说我每天都叫我们的护理师 你上网去看一看疾管 那瑞勒沙怎么使用 因为我也要演过 我看一看我也比较老 看一看会比较多 要护理师教 一天到晚请问护理师 你上网看 然后看病人 有没有吸的正确 那因为有时候真的 不像这个药吃下去那么简单 但是我承认说 我们要准备一些瑞勒沙 万一客流感有抗药性的时候 你还有一个武器 但是就是说 是不是极管器 每一个都多给我们一些 让我们试试看 那个怎么弄 才会很正确 就是说它的样 包括极管 极管署给的那个 减分也没够多就对了 没减分 没减分 像对 我会觉得说像这样子可能 因为这真的是挑战 挑战 台湾人一般吃药 药丸 药水 药粉的习惯 你用吸的这一部分 真的是一个挑战 不是吗 不过就是说 其实我们还是有越来越多的 也是吸入型的药剂 所以其实 如果有一些医师 民众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使用经验 我个人是觉得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 你这是打人场 但是呢 那个王医师这是一个呼吁 其实台湾我们说了 流感它的一个 比较容易得到的 比如说包括有年纪的人 他们对这样的 长期以来的用药习惯 这真的是一个大考验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 尽量 尽力而为 尽量配合极管局的指示 好 用一个尽力尽量 那其实我们来看 那当然好 最后这段时间 我们其实还是会有人 尽量台湾的流感 过年的时候 要出口去出力去得 那出去很多人 我们可能这一集看看 很多人可能会说 那我出国是不是要打疫苗 还是其实打了 其实没有效 因为对抗瑞士猪的那个疫苗 还没有出来 你 因为打疫苗 大概也要两个礼拜左右 才会有它的一个作用出来 所以现在如果是下礼拜 就要出发 我想在当地 可能还是以这个勤洗手 戴口罩 这样是一个比较直接 而且立即的一个防护 所以其实身体是自己的 所以照顾也是自己的 因此做好了一切的一个预防 真是预防 这种治疗 祝各位身体健健康康 也先说一个新年快乐 我们希望在这个新年 大家都是平平安健健康康 尾尼瑞拉经济一片萧条 激进组织迫使夜门陷入无政府状态 欧美纷纷撤管撤侨 公事周六周日晚间七点半 HD频道八点半 全球现场深度周报 漫游天下 与您一起掌握全世界 家长又无法 晚间九点 一字千金何佳乐 新年快乐 大家恭喜 我是曾沃澄 今天呢是除夕 他们是夫妻一起赚钱的 这多感人 初一初二晚间七点三十分 时代之歌 怀念金曲演创会 新春看公事 祝你洋洋得意吉祥如意 情感源自于记忆 记忆源自于土地 司徒司明的记录者 明示人类与环境的因果关联 传递环境正义与自然平权的讯息 感谢凯申控股有限公司 和硕联合科技 与公事携手 关怀环保生态 看见更好的台湾 林杰良医师 一生致力于毒物的研究 他将大家关心的食安议题 还有生活中的有毒物质 深入浅出的解说 希望能提供大家一个 无毒安全的健康环境 均款2000元加入公事之友 获赠林杰良医师 生活中的毒系列丛书 详尽请上公事网站 或播02 2633 2000 转9 和平常一样的心情 孩子 上学 和平常一样的工作 绿书 乘客 和平常一样的座位 舒适 安全 生活里总会遇见许多人 有的陌生 有的熟悉 擦肩而过的刹那 不要忽略为我们付出的人 感恩有心 心有感恩 好 好 我可以插咯 到底对还错 請写出闻啤鸟的啤 ательно 我們到处都看得到有人啤着鸟 吹啤鸟 你不能在拝啤鸟吗 一只千斤 一千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